讲在前面啊,这一段是一个负能量的唠叨 大家如果不想在我这里收集到一些消极情绪的话 这一段可以跳过不要看 但我还是挺想记录下来我这个运气的一个心情转变 我今天感觉我一整天都很丧 后天就要搬家了 然后家里面就有很多细小杂乱的东西没有整理好 要是换做以前,其实这些东西我差不多一天就能收完 但是我今天啊,确切的说是从前天开始 跟我爸一块去逛家具的时候 非常明显的感觉,走路变得很累 尾椎骨又变得特别特别的痛 我不知道怎么说 虽然这些疲惫感啊,是在你身体的一个承受范围之内的 但是莫名的那种暴躁感会逐渐的出来 因为觉得你好像渐渐的控制不了你的身体 其实从孕早期到现在啊,包括我到孕中期 肚子开始大起来的时候 遇到一些大大小小的问题 比如说半夜经常起来上厕所啊 甚至是有一些意乃啊,漏尿的问题 这其实想本来放到后面的视频里面跟大家说的 我觉得这些东西吧,并没有太困扰到我 但是直到从前天开始身体逐渐变得无力的那种信号来了以后啊 我就感觉整个人的精神状态差了很多 然后今天我在收拾东西的时候 有些很平常的动作可能就是一个在我肚子这个高度的一个抽屉啊 你把一些东西拿出来放进去 或者是你要做一些弯腰的动作啦 坐在沙发上站起来这些动作逐渐的就开始变得好吃力 我的身体好难受我的控制啊 其实我自己是很喜欢整理东西的 在我以前没怀孕的时候 这些东西对我来说是轻而易举,而且是我非常享受的一个整理过程 现在就是弯个腰都变得好辛苦 到那个时候啊,整个这很长一段时间 对于我来说都没有出现过的沮丧感 一大波情绪来临,然后整个人也变得很懒 我今天9点钟才传视频 其实这个视频昨天就剪好了 但是就是懒在沙发上什么都不想去做 我觉得这个状态很不好 哎呀,想跟大家说啊 就是如果是没有怀孕的朋友 去锻炼自己的身体,非常容易让人打起精神来的事情 因为我觉得我在保持运动啊 然后保持一个非常有能量的生活状态的时候 我没有那么多乱七八糟的情绪 我乱七八糟的情绪我回想了一下 大概就是在活动很少或者是身体不舒服的时候才会出现 总之今天来说,如见身体变得笨重不可控 让我自己的状态变得有一点点的无力 也不是焦虑啊,就是无力 想躺在床上什么都不干 但是我因为很清楚我自己的性格和我的生活方式 我知道我一旦停下来太久 你再去恢复到正常生活的时候 你去适应它的那个陌生感,其实会让我更加的难受 我一直会保持让自己更可能的稳定在一个节奏上嘛 有的朋友可能会说 哎呀,余嘉小姐姐你其实可以不用对你自己那么苛刻 我是因为知道我自己放松下来以后 那个状态会荡到一个什么程度 放松对我来说并不是一件能够让我去缓解 或者是变得更加舒适的方式 它可能反而会恶化我的这种沮丧的情绪 你就感觉运气真的是一个大的 对你自己了解你身体的这个过程中一个挑战啊 你不但要去了解你心的一个身体变化的规律 你还要去了解每个阶段你不同的一个情绪产生的原因 然后去想一些解决方法 总的来说尽可能的找方法去适应吧 也有可能是这两天因为搬家的事情搞得琐碎的事情太多了 所以导致我一下子状态又变得不太好 然后另外一方面就是韩国的疫情又变严重了嘛 所以待在家里面的时间很多 有可能导致我自己的状态一下子又变得很奇怪 除了尾孕早期大概有个一两个星期 其实就会很晚梦挑截不过来导致心情很差 这是我除了那个阶段以后 第一次在我的快乐运气感受到的一股无力和沮丧的感觉 还是挺想把它记录下来的 讲在前面啊 这一段是一个负能量的唠叨 大家如果不想在我这里收集到一些消极情绪的话 这一段可以跳过不要看 但我还是挺想记录下来我这个运气的一个心情转变 还挺神奇的 感觉我开心了那么多个月突然之间一下子 连吵架都没有影响到我情绪的运气 谁能想到因为身体出现了不受控制的疲惫感和笨重感 竟然让我如此的沮丧 哎 都念啊 还有三个月不到 我们一块加油吧 我觉得跟大家讲完以后我的情绪好很多了 至少不会像今天之前的一整天一样 就坐在沙发上发呆什么事情都不想做 逐渐变得笨重 逐渐什么事情都要我发呆一把手 好神奇的体验 感觉要搬离这个家了 突然找到了一个非常好的拍摄的角度 有没有 这个角度怎么显得我皮肤质感那么好呢 皮老师又在跟我说 不是在看那个晚上吃播 是这个 皮老师在带着我一会学习 脸色的 一个境界 但是肚子也用到的 暗开 我特别像那种 以前常常说的认真上科大 不是 我整个化的 好了 还完了 你再继续吃 不是 有没有 这些什么 不 不 这些什么 都要一家 还是 一家 我们是我的福音 我可能讲一下 是 现在 我的福音 应该不想 我自己做的 你想做什么 channel呢 我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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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种东西 我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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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把他有的充满 我现在的汤匙有汤匙 汤匙是因为我这次应该做的支持 不是我的天气 我会买到你的天氣 走走 现在是27周 下个星期就正式进入孕晚期了 今天一早 她就开始在肚子里面穿了 就是深深在闹钟响之前 把我给穿醒了 整个现在她的位置 从我的肋骨中间就开始 而且这两天又加上下雨 胸闷的情况 就会有一点严重 今天是要去健身的一天 只要动起来好像就 心情没有那么差 早上好 今天早上因为要去健身 所以把早饭的时间提得特别的早 吃的也比较简单 因为健身之前吃太多的东西 我会不消化 所以呢 今天就有麦片 玉米 还有天狗和荷包园为主 希望我能在健身之前 把我健身的上厕所 KPI的完成 我要开动了 我不知道你这一圈编 真的是最好吃 有没有 辛苦了 小偷喝了 没有时间吃我饭了 我现在要跟我爸去新家那边看一下打扫的情况 我这个健身的旁边买了一个五米紫菜卷 看着好好吃的样子 我跟我爸现在来看家里的打扫情况 哇 我今天很累了 为什么 好 好 很重 我可以打開了 但我可以打開了 我可以打開 那不是那種工具 我可以打開了 可以打開幾個小時嗎 可以打開了嗎 我可以打開了 但今天我會打開了 所以我還是要動 今天要打開了 不行,明天要急差,所以我们要小心 这边是刚刚到的一个空气净化器 先让他在这工作一晚上,明天就直接搬家 这边是厨房 这里即将是后面视频经常出现的地方 我会把这家庭放进去 这里,我会把这家庭放进去 这里,我会把这家庭放进去 停啊! 现在我们下屋的房子来到最后 现在我们下屋的房子来到... 你家庭放在那里,你家庭放在那里 对,现在我们下屋的房子来到最后 这种酒量是我也要帮忙着 她说白肖室 你每次要到医院的洗净 什么 至少在夜半就要去三、四 be 我去那些人 現在錢更加大便 那是 所以我真的要做運動 我真的要做運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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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之前要做運動 我之前要做運動 我肯定沒有運動 我肯定沒有運動 我肯定是一腳踩的 我肯定是 我肯定是肯定 他肯定是肯定 你不靠 待會大便 我肯定是人家 我肯定是肯定金 有其他人的家 我肯定是肯定是肯定嗎 但是我肯定要做到 我肯定是肯定是肯定的 因為我肯定是肯定的 我肯定現在你要做運動 你才知道 我肯定是肯定的 孟姨,我牙中… 孟姨,我肯定是肯定的 有多少人多了 但我喜歡孩子的喜歡 對,我喜歡她的貼文 但我小孩的工作是不合法嗎? 如果錢不給錢的話,就不合法 我真的要做什麼 我們媽媽和爸爸的新聞 我可以離職至6時,不可以嗎? 我可以在晚上工作 所以,我可以在晚上工作 我可以在晚上工作 嗯 嗯 那天真的太太可爱了 一整天都很可爱 我白天去运动了 然后看到了一条留言 就是我们豆尼的名字嘛 有个朋友 说瑜伽小姐姐 我真的好期待豆尼的到来啊 然后我想 哇豆尼这个名字 真的太可爱了吧 我们豆尼也成功了有没有 豆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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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豆是困难的 我觉得很美味的 我们豆尼的中文名小名是豆尼 豆尼 然后接着还有个朋友 又说一些超好笑的话 如果今天豆尼穿的土土的 那我们就要叫他土豆尼 豆尼 已经开始编辑哽来了 这太好笑了 真的太可爱了 我就今天一整天 被豆尼这个名字给融化掉了 怎么能怎么可以这么可爱 并且好吃 瓢豆尼 瓢豆尼 没错 我发现真的是身体健康 然后呢 整个人一整天都能保持很好的一个运动和吃饭和上厕所 一个正常的一个活动习惯啊 你的心情就很好 想昨天那个丧丧的真的是我吗 就是昨天怎么可以丧成那个样子呢 今天突然之间这种满血复复复的 但我不会让回到家里面 一想到要明天要搬家这个事情 不会又再一次的丧起来 但是总之很开心 豆尼爸爸 没事吗 没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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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知道嗎?我平常用唇膏 我會塗在底部 我會塗在這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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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怎麼? 沒色 什麼沒色 今天我要吃白酒醬 你洗了嗎? 剛剛洗了嗎? 剛剛洗了 洗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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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爸爸 你媽媽 你父親的女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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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真的 我去洗澡了 10分以後再去 我去洗澡 媽媽 你不要把眼睛 你不要把眼睛 我會說 我會說 我會這樣 我現在想要 我會想到 我從小時候 我會覺得很憎鬆 我真的有點憎鬆 我會很憎鬆 今天我會看著 我會想看著 我會在這裡 我會躲在這裡 或躲在這裡 我會躲在這裡 我會自動的冷氣 我會躲在這裡 我會躲在這裡 我會覺得很痛苦 我會躲在這裡 你也在旁邊說什麼要做的 我不知道在旁邊 哈哈哈哈哈哈 我真的不小心 我真的不小心 太可憐了小平 快到了嗎 是的 我很喜歡的這家叫 白鏡仔食堂 好高的 好淨 很嘩 好悶 我拍攝的 我拍攝護膜 跟你說什麼 好 好 News 3的 mira beat it cool you know sometimes everything is get hard sometimes everything just gets hard ó 我好像 vígan I remember ので 有些 그림 你把我画了? 不是 我真的不画了 我把我家的家人都不画了 所以我把我画了 我再画了一遍 真的? 我真的不画了 我真的不画了 我每天在学校 我每天都在学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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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每天都有演一些 我一天都在学校 等下 我每天都在学校 我的家都在学校 到底何在学校 我每天都在学校 很恐怖 我跟他 小的女生在学校 所以我實在sten的家 我看待大夫 我和祖母跟我一起聊 我的家是我们的家 最亲爱的家的家 我现在现在背后再回看 现在我现在是29岁的生日 生日是6个月的后面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